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都不跟北京玩了 他們採用這辦法應對中共 中共還拿什麼維穩?傳大連通知警察 工資延遲發放 封鎖天津 中共軍隊進駐 廣場裡邊全是部隊 風起雲湧 中國多地掀起反抗大潮 人民幣匯率再遭重貶 專家預測年底匯率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8號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報導和分析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都不跟北京玩了 他們採用這辦法應對中共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為了應對中共當局的監管措施 在中國員工數最多的西方律師事務所 大同正在剝離其中國業務 大同2015年曾與中國的大城律師事務所合併 使後者成為其在中國的分支 中共政府在4月份擴展了《反間諜法》 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加強了對外國企業的監管 對外國企業提出了數據隱私 網路安全 資本管制和治理等方面的新要求 監管環境的變化 讓大同覺得有必要剝離其中國業務 並隨後在週一7日通過郵件告知了其客戶 大同在郵件中表示 剝離後 大城律師事務所將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實體 大同主要是向其推薦客戶 一切都恢復到2015年前的做法 報導指出 在中國運營的外國企業對中共政府一系列對外國公司的突擊搜查表示擔憂 今年3月以來 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多起 一些公司表示 他們在考慮採用類似玻璃的辦法來應對中共的新規 但很少有公司宣布完全分離 中共還拿什麼維穩?傳大連通知警察 工資延遲發放 近年來 中國大陸經濟持續下行 當局推行的三年疫情封控政策更是令經濟雪上加霜 習近平獲封中共倒臺的總加速師 近日網上傳出大連市公安局的一則通知 顯示大連市財政陷入嚴重困境 即使中共暴力維穩部門也受到影響 通知顯示 7月31日 大連市財政局下發了關於8月份工資延遲發放的通知 通知市值預算單位8月份工資發放和社保繳費延遲到8月15日之後辦理 具體時間另行通知 大連市公安局要求 各單位要將市財政局通知及時向領導匯報 並傳達到每名民警 爭取民警對市財政局的通知予以正確理解和支持 提醒民警合理安排個人支出 以免對個人徵信造成影響 大陸媒體目前沒有相關報導 中共當局對這類消息一向是不予報導 極力掩蓋 不過 早在2020年大陸爆發疫情後 大紀元獨家獲得中共遼寧省大連市系列財經文件 文件洩露了中共的財政困境 曝光了大連市的普蘭店區政府 實權部門 住建局 甚至不得不挪用維穩經費來支付職工的五險一金 五險一金是中國大陸的社保福利 包括養老保險 醫療保險 失業保險 工商保險和生育保險 及住房公基金 而維穩資金是中共從財政中撥款 專門用於鎮壓民眾維護政權穩定的經費 近年來 中共財政收入持續下滑 要求各級政府勒緊腰帶 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 近期 中國多地開始大規模清理機關事業單位邊外人員 對於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 中共多次強調中央財政不會救助地方 今年1月 中共財政部部長劉坤表示 將進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預期 財政部發布的公函也強調 對地方債務將執行中央不救助原則 強調誰欠債誰負責 封鎖天津 中共軍隊進駐 廣場裡邊全是部隊 8日 中共當局通報 天津海河流域洪水繼續推進 部分地區洪澆損失嚴重 當天大清河告急 大量農田被淹 道路受阻 毒硫碱河 紫牙河等水位仍在持續上漲 官方目前嚴密封鎖災情消息 新唐人報導 天津市民說 兩邊公路也已經基本上都淹了 廣場裡邊全是部隊 風起雲湧 中國多地掀起反抗大潮 近期中國多地洪災 民眾發現官方問題後紛紛站出來抗議 當地時間8月5日 黑龍江哈爾濱雙城區水利局派人到該區前進鄉關水閘 村民擔心關閉水閘會引發洪災 因此到水閘地阻止水利局關閘 影片中顯示 警方出動武警 特警 警民從白天對峙到晚上 拍攝者說 雙城區所有的警力都來了 民眾抗議持續到晚上 拍攝者說 八點多了 還沒完事 區領導 局長都來了 就要把閘關了 老百姓不讓關 給看著 這閘要關了 老百姓都得沒命 一名自稱是雙城區副區長 公安局局長的官方人士讓村民離開 並稱 我們關不關你的閘門 現在你肯定會淹的 你們要撤離的 村民質問 撤離?我們上哪撤離去?日前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牡丹江市等多地出現洪災 哈爾濱市區被淹 哈爾濱峽下的武昌市 上志市洪災氾濫 武昌市的武昌大米核心產地遭洪水淹沒 稻田面臨絕收 當地官方仍加大上游水庫泄洪量 從7月底開始 北京泄洪 門頭溝 房山等北京市多個區遭災 為保中共鼓吹的千年大忌雄安新區 當局無預警強行或偷挖泄洪 導致河北保定市轄下的桌州 霸州等地洪水滔天 我們之前報導 4日傳出 河北保定市轄下的高碑店村民連夜互堤 遇上了官方人員帶來的4輛挖掘機前來挖掘堤壩 被當地民眾發現並制止 此外 5日上午 河北霸州民眾到政府大樓前抗議 央視報導造假 我們是洩洪 不是暴雨 並要求給我們霸州人民一個交代 現場打出橫幅 還我家園 明明是洩洪 卻說降雨所至 大批黑衣人到現場維穩 與民眾爆發激烈衝突 我們上一個視頻報導 壓不住了 視頻遭下架 河北定星縣 警民打坐一團 特警都上了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有位網友總結說 河北是北京的護城河 民眾是領導的護城河 地方是中央的護城河 農村是城市的護城河 天災是人禍的護城河 這真是對中國當前現實的最深刻的寫照 人民幣匯率再遭重貶 專家預測年底匯率 中共海關總署8日公布 7月份進出口降幅再擴大 按美元計 年減13.6% 其中出口下降14.5% 創2020年3月以來新高 進口下降12.4% 降幅結大於預期 此外 美元指數今天強勢走高 從低點102.05 一度攀升至102.6 升幅將近0.6% 綜合澎湃新聞 新浪財經報導 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昨天收在7.1992 今天開盤接連跌破7.20 7.21 7.22 7.23和7.24 關卡 跌幅於0.6% 一度大跌近500點 截至今晚90 爆7.2461 下跌469點 創近一個月新低 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今天下午4時30分收盤 爆7.2133 也將上一交易日下跌213點 進入夜盤交易時間後 跌破7.22關卡 陸媒金融界引述長城證券分析指出 近期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加大 從1月份的平均6.79 到7月份的7.19 進入8月份 匯率略有回升至7.18 在中美稀差可能繼續加大的宏觀背景下 匯率也可能仍有一定貶值壓力 預計年底前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或貶值7.5左右 今天阿波路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一場新的政治運動開始了 這行業風聲鶴唳 綜合報導 醜聞 北京紅十字狼狽不堪 網吧貓膩 嘆為官職 正式宣告獨裁 客公發言人稱 明年可能不辦總統大選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中國大陸的觀眾 尤其是災區的人注意安全 也請提醒親朋好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請按讚 多謝 詞 但請按讚 多謝 高歌 請按讚 多謝 高歌